哈囉!大家好我是小強 還記得 2017 年的年初 Nokia 宣布以安卓陣營的姿態 重返相當競爭的手機市場 隨其也發表了三款中低階機款 包含 Nokia 3、 Nokia 5 以及 Nokia 6 並在下半年推出旗艦機款 Nokia 8 而究竟這四款手機 在外型、規格上有什麼樣的差異? 趕緊來看看影片中所整理的資訊吧! 從正面看過去 這四款手機都具備較為方針的外型 但邊角的部分則是有做一些圓弧的修飾 基本上正面的差異並不大 同樣都採用 16 比 9 的螢幕比例 右上角也都有擺放 Logo 另外也都具備實體觸碰按鍵 而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 Nokia 3 之外 其餘三款皆擁有較大範圍的首頁鍵 而這顆按鍵因為採用觸碰式 所以按壓時不會向下凹陷 另外它也具備指紋辨識功能 接著轉到背面 鏡頭以及 Logo 都以直向來擺設 其中 Nokia 3 與 Nokia 6 較為相似 而 Nokia 5 和 Nokia 8 則擁有更長的圓弧區塊 但可以看到 Nokia 8 採用雙鏡頭設計 並有著蔡司認證的 Logo 而在這四款手機中 Nokia 3 擁有最小的機身 相較其他三者會來得更好掌握一些 另外重量上也是最輕的一款 但厚度部分就顯得厚了一些 而 Nokia 6 則是具備最大的尺寸 重量上也相對較重 不過厚度上則是與 Nokia 8 一樣 為四款裡較薄的機款 再來看到材質部分 四款手機的正面 皆覆蓋 2.5D 康寧玻璃 其中又以 Nokia 8 的等級最高 擁有更耐刮更耐摔的品質 而其他部分除了 Nokia 3 以塑膠被蓋 結合金屬邊框之外 其餘三款皆使用 6000 系列鋁合金機身 而這也是為什麼在上下邊框 都可以看到 U 型天線設計 至於防塵防水 僅有 Nokia 8 支援 IP54 可以防止多數灰塵以及防潑水 緊接著看到感應器 除了 Nokia 3 沒有指紋辨識 其餘三款皆具備 其中 Nokia 8 更是多出 霍兒感應以及氣壓劑 對於有在使用 智慧皮套或是登山的朋友們 這些感應器都能帶來一些幫助 而顏色上 Nokia 3、5、8 都擁有四種色系 Nokia 6 則多達五種 而依照不同地區 所上市的顏色會有一些差異 再來看到螢幕 四款手機同樣都使用 IPS 材質 但在尺寸上完全不相同 Nokia 3 具備最小的 5 吋螢幕 和 Nokia 6 則擁有最大的 5.5 吋螢幕 並有著更高的螢幕佔比 而其餘兩款則介於這兩者之間 其中又與 Nokia 8 的螢幕最為優秀 不但具備 2K 解析度 在顯示上的細緻度 相較於其他三款會更好 另外最高亮度的部分 Nokia 8 也具備 700 尼特的高亮度 在戶外下的顯示效果 相較於其他三款會更加清晰 接著說到主相機 低階的 Nokia 3 為四款手機裡配置最低的 畫素僅有 800 萬 也不具備相位對焦 另外在閃光燈的部分 也不像其他三款 採用雙攝溫 LED 燈 至於其餘三款畫素都在 1000 萬以上 另外皆擁有 PDF 相位對焦 在一般場景下對焦速度會更快 另外也都擁有自動 HDR 功能 而 Nokia 8 還擁有雷射對焦 可以提升低光源場景時的對焦速度 比較特別的是 Nokia 8 還採用上蔡司認證的雙鏡頭 並以彩色搭配黑白的方式 作為主相機的特色 其中彩色鏡頭還具備光學防手震 但比較可惜的是 與現在多數的旗艦機相比 但加速面積則是小了一點 再來看到其他特色 四款手機皆擁有自動、一般以及手動模式 其中在自動模式下還可以自行偵測場景 進而套用最好的拍攝效果 至於 Nokia 8 則因為雙鏡頭設計 可以自行調整色彩模式 如果設定為雙重 就可以讓兩顆鏡頭同時拍攝 進而後製出更多細節 對比度更加的彩色照片 另一個特色也就是可以利用雙向拍攝的功能 讓前後鏡頭同時拍照、錄影 甚至是利用影音平台來直播 至於錄影方面 Nokia 3 僅能錄製 HD 解析度 而 Nokia 8 則可收錄 4K 影像 其餘兩款則為 Full HD 接著說到前相機 Nokia 3、5、6 同樣搭載 800 萬畫素、2.0 光圈 而相較於 Nokia 8 在拍攝範圍上會更廣一些 而 Nokia 8 雖然在光圈、單像素面積 都跟其他三款手機一樣 但它擁有更高的畫素以及具備 PDF 相位對焦的能力 另外也擁有螢幕補光 相較之下成像品質會更好 錄影方面也支援到 4K 解析度 而這部分則是目前旗艦機比較少見的 接著看到音訊上 四款手機皆保留 3.5mm 耳機孔 而差異較大的地方 比方說僅有 Nokia 6 採用雙喇叭設計 並搭載杜比音效技術 而其他三款則為單喇叭 其中 Nokia 8 還支援高解析音訊輸出 以及具備 3 顆收音麥克風 可以透過 OZO 音效技術 進行 360 度的全方位錄音 另外也具備音訊焦點模式 可以加重適當的聲音 並降低環境噪音或背景音 最後講到硬體 四款手機最早都搭載 Android 7 的版本 而目前都會更新到 Android 8.0 整體介面則是貼近原生系統 至於效能上 Nokia 3 對於瀏覽網頁、看影片 或是使用社交軟體 預計都不會有問題 但想要玩 3D 大型遊戲 就顯得力不從心 而 Nokia 5、6 雖然效能比起 Nokia 3 好上許多 也可以玩大型遊戲 但如果想要跑得更順暢 或是享受更好的特效畫面 那麼 Nokia 8 相較之下就更適合選擇 再來看到其他硬體 以台灣上市的版本為例 Nokia 3 5 的記憶體僅有 2GB 儲存空間也只有 16GB Nokia 8 則是具備最好的配置 包含相對省電、快速的 4GB 記憶體 以及 64GB 儲存空間 至於 Nokia 6 則介於中間 電池方面以 Nokia 8 擁有最大的容量 同時也支援 QC 3.0 快充 而續航上從國外媒體的資料來觀察 Nokia 5 介由 HD 解析度 以及 3000 mAh 大電池 在多數項目中都獲得最佳的成績 至於 Nokia 8 的表現也不差 網頁以及影片上也都相當持久 尤其是在通話方面更具優勢 再來看到連結部分 除了 Nokia 8 採用正反可插的 USB Type-C 之外 其餘三款皆使用規格較舊的 Micro USB 而 Wi-Fi 藍牙的規格也有差異 Nokia 8 都可以達到更快、更穩定的傳輸速度 至於其他方面 除了 Nokia 6 不具備 NFC 之外 其他三款皆擁有 這也代表著可以進行行動支付 像是 Android Pay 而在通訊上 四款手機皆具備雙卡雙待 但皆有 Nokia 5、6、8 支援 4G 加 3G 網速的部分則是以 Nokia 8 最具優勢 擁有更快的下載速度 以及支援 3CA 載波聚合 另外評斷數也是四款手機裡最多的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相較於 2017 年的多數安卓旗艦 4G 規格方面就顯得落上許多 目前四款手機都已經在台灣上市 價格也反映出在定位上的不同 那麼到底該選擇哪一支手機呢? 如果你是用來上上網打打電話 對於手機的需求相當低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 Nokia 3 至於 Nokia 5、 Nokia 6 的效能 相較於 Nokia 3 會更好 也能玩一些遊戲 而兩者主要是插在螢幕顯示 還有記憶體以及儲存空間 但要注意到 Nokia 6 不具備 NFC 技術 那麼如果你相當重視遊戲體驗、相機表現 又或者是希望幾年後 手機還是能跑得很順暢 那麼建議選擇 Nokia 8 最後要問你們看完影片介紹後 你會選擇哪一款手機呢? 趕緊在右上方投個票吧! 還有別忘了在影片底下 分享你選擇的原因唷!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 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唷!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! Bye!